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木材运送到了杰克先生这里 杰克先生很开心地对裴希说道 裴希 真是太感谢你啦 不用谢 杰克先生 剩余的木材我等一会儿给你送过来 好的 裴希 裴希 还剩一点木材哟 等一下还得麻烦你 没关系的 杭总管 等我把这些木材运送到杰克先生那里之后 我再过来运送这些木材 好的 裴希 你快去运送木材吧 这些木材运送到杰克先生了 不是筹语的啊 好 我把这些木材运送到杰克先生 裴希又很快的将木材运送到了杰克先生这里 裴希真是辛苦你了 你真是太棒了 杰克先生谢谢你的夸奖 胖总管那里还剩一点木材 我这就去给你运送过来 好的谢谢你裴希 裴希真是辛苦你了 把这些木材运送完之后 你就可以回家休息了 好的胖总管 裴希这次的木材有点多 就辛苦你了 路上要注意安全哟 好的胖总管 我一定会注意安全的 那我就先走了再见 裴希将最后的木材运送到了杰克先生这里 哇这么多的木材 裴希你一定很辛苦吧 杰克先生一点都不辛苦 您快把美丽的城市建好吧 我想看看美丽的城市是什么样子的 好的 裴希我这就去建美丽的城市 杰克先生很快的将美丽的城市建好了 哇 杰克先生 您修建的这座城市真好看 谢谢你的夸奖 裴希以后有时间长过来玩哟 嗯 好的 杰克先生 谢谢大家